悉尼大桥宴火表演 悉尼大桥宴火表演一直是澳大利亚人民迎接新年最为传统、最为盛大的一个仪式。 2010年的最后一天,计划亲眼目睹除夕之夜烟火的人们早早地在悉尼海港周围抢占有力地形。 刚过午后,已经是人满为患,而海港之内也是挤满了私家游船,热闹非凡。 据悉,今年的除夕能亲眼目睹这场烟火秀的至少150万人。 当晚的烟火从9点的家庭欢乐开始进行第一轮燃放。 接下来每隔半小时,在多个地标性景点都有烟火表演。 可以说是整晚的烟火此起彼伏。 在烟火不断照亮夜空的同时,无数的踩船在大桥下面来回穿梭,把悉尼海湾装点得五光十色。 澳洲是世界最早进入新年的地区之一。 以悉尼大桥为中心的除夕烟火表演,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跨新年象征。 我现在就站在悉尼大桥的下方,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 现在距离跨入2011年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期待迎接新年的到来。 3,2,1,HAPPY NEW YEARS! 很严格! 质护,3,4,5,2,1,HAPPY NEW YEARS! 是否在这里,就是个森林的下方,帝在 uhhh? 哇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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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 每年烟火表演中 出现在悉尼大桥中心的图案 是烟火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留下你的印记 一个笑脸,一个手艺 既表现了澳洲人的淳朴与好客 也展现了澳洲的原始文化 当晚的烟火有13万池之多 耗去7吨炸药 今年的烟火除首创X型之外 还创造了很多新品种 包括闪电,月牙,心形 以及圆圈形状等 历时12分钟的跨年烟火秀 把海港周围的观众兴奋到了极点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 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十年 悉尼市政府希望通过盛大的烟火秀 来营造和谐共处的环境 以及保护自然 第一个十年 是学术给者 悔 智赫 联合